一日清晨 耕骨方落 闪言便差人去同渡市说了一声 领着瓦绿和行娘出府去了东市 昨日约见的地方 说是在长安最大的绣庄 锦绣庄 闪言个人更喜欢起逻辑 徐文昌布居一格的刺绣风格 但为了庄重起见 只得选择锦绣庄 沉光柔和地 扑洒在林次纸笔的商铺上 到旁排水沟前 种了许多柳树 已经发出嫩绿的小芽 路上行人不算太多 许多商铺小二还在门前扫洒 东市还是一如往昔的生机勃勃 闪言看着外面 不觉便想起了除夕那日 和萧颂一起逛街的时候 心中有某些东西满意 却又显得空落落的 不知不觉 已经一个多月不曾见他了 马车停了下来 车夫道 阮娘子 到锦绣坊了 闪言之前路过锦绣坊 勾脚斗言 门口牌匾上锦绣两个子 飞走龙蛇 十分气派 网绿先跳下车 闪言刚动了身子 便听外面惊叫一声 不由道 发生何事 没 没事 外面传了网绿惊鸿未定的声音 闪言疑惑地撩开帘子 便对上一张 带着戏谑笑意的俊颜 他还是一席 暗紫色园林广秀长服 黑发轮起 一如往日的精神异议 愣着做什么 快下来 销送唇后的声音 带着笑意道 闪言睁了一下 在他的搀扶下下了车 你今日不上朝 今日圣上身体不适 点了毛就散了朝 销送悠悠叹了口气道 唉 是不是 天也怜我呀 小使郎 行娘一下车 便很有技巧地挤开他 区区小事 还是让老奴来吧 销送总不好挤回来 值得隔着个行娘 遥望着阮言 你还是回官署吧 你试试的时候跑出来 小心呀 被御史台的人掺上一本 阮言见了他也很开心 但他曾经也听阮评语说过 刑部上书张亮调动在即 上面的一个空缺 销送可能顶上 虽然这种可能性也不算很大 但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被御史台掺一本 也是很让人郁闷的 更何况 他这样把阮言放在心间间上 被那些别有居心之人知道 也与阮言无异 在销送权衡之下 觉得反正还有两个月就娶回家了 到时候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谁也不能拦着 所以也不再坚持汉手道 嗯 那我回去了 阮言道 他们的道别向来如此干脆 只是这次阮言走上台阶的时候 咒足看了销送一眼 却见销送再马上也正回头 冲阮言灿然一笑 马蹄扬起清晨 广秀浮动 渐渐消失在视线里 娘子 人都看不见影子了 瓦绿调笑道 阮言伸手 轻轻敲了他脑袋一下 胆子愈发肥了 新娘又忍不住 小声劝道 普天之下的娘子 莫不以文德长孙皇后为榜样 莫不读女责 娘子行为举止 还是欠家 回去要好好再读女责才行 女责是长孙皇后 写来告诫自己 怎样做一个母仪天下的贤德皇后 纵然注重的 并非是束缚女子的思想 但因有涉及后宫干政 无异于聘机私沉之类的内容 在日后大周朝 女责被血藏 但在贞观年间 长孙皇后的德行备受推崇 因此也是时下衡量女子的标准之一 她写的女责 自然也就成为女子必读书籍了 闪言也不喜欢玩政治 亦不觉得 女子非得像长孙皇后那样 所以敷衍地应了一声 出门在外 行娘也不好多劝 只叹了口气 也与她一同进了锦绣庄 嘿 可是 阮是七娘啊 一只脚刚刚踏入门槛 便立刻有小儿迎了上来 婉律道 就是 阮言也打亮了屋内 果然 不愧是贵妇忠爱的高级消费场所 上好的檀木架子 上面挂着许多石星的绫罗绸缎 看上去都价值不菲 旁边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冬雪夜灼图 颇有种超脱尘世的清流之气 小儿虽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 却极会察言观色 见染炎 目光停留在那幅画上的时间 远远多于绸缎 便抓住石基岛 娘子真是好眼光 那幅乃是桑远先生的画作 于密尖提示 于密尖指的是于是难 那样一个文学大家 对桑辰如此垂暗 是因为他才华横溢 也是他的福分 若不是有这一帮子大乳维护着 桑辰那出于泥而不染的性子 早死了百八十回了 染娘子 昨日府上交代过 楼上啊 早已背下了雅金了 小儿见染炎 一直面无表情 心里不禁打触 因为之前 她颇有些不屑 这位新近的贵妇 她实际隐藏得很好 但总归是有些心虚的 染炎依旧是 面无表情的汉手 跟着小儿的引领 上了二楼 那小儿急得背心直流汗 先前不屑归不屑 全是因为她接触 多了贵人逐渐养出来的娇气 但她也是个聪明人 染炎即将是消逝的狄三夫人 万不是她一切草名能得罪的 于是 这会儿看染炎毫无表情的脸 心中各种猜疑 怀疑自己不是哪里惹到她不满了 进了雅间内 很快就有顺避上了茶水点心 小儿比之前更加恭敬几倍 恭身道 染娘子 府上昨日说 会有人来陪同娘子一起选 不知道 您是厚一厚呢 还是先看料子 等等吧 染炎的声音 是一贯的带着些许冷意 小儿连忙陪笑道 这不如小的 先取一些花样子来 娘子先瞧瞧 嗯 染炎应了一声 小儿拱着身子 立刻转身出门 她觉得 这位染氏亲娘 简直和长安鬼见仇 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一张面瘫脸 绝对不是故意端架子的级别 所以说 必须要以煞克煞才行吧 小儿这会儿想通了原委 便思虑是不是要去赌坊下注 地下钱庄赌注的赔率 已经达到了一赔七 赌染时期娘 会不会活过三天 因为众人坚信 长安鬼见仇 煞气太重 所以基本上 都压的是活不过三天 锦绣坊的花样子 种类繁多 据说 连几百年前的纹样 也能织出来 他们做的 不仅仅是刺绣 还有绸缎 织造 裁衣等等 甚至还提供 命负宅衣的布料 宫廷布匹的使用 不管是布料 还是款式 都极为考究 也极重理智 这就是为什么 她虽然不如 齐罗记的衣裙 创新漂亮 去依旧稳稳霸占 长安第一绣装位置的 根本原因 约摸过了半盏茶的时候 罗氏领着染运赶到 小儿连忙领人 把所有的嫁衣 样品都搬到雅间去 不出片刻 雅间里 已经摆得满满荡荡 染淫粗略估计一下 至少也有七八十种 唐朝的婚服 是拆店礼仪 拆店礼仪的颜色不定 一般婚礼用的都是青绿色 堂制婚礼是男服飞红 女服轻绿 所谓红男绿女 而拆店礼仪 便是后世日本十二单一款式的前身 小二道 这些只是一部分 几位夫人娘子 先挑选中意的放在一边 稍后啊 我们再换另外一批 最后啊 把挑中的放在一起 做下对比 保准啊 能够挑出最满意的 这些都是嫁衣成品 有几名士币 将衣服提起来展开 这样便能最直观地 看见衣物的布料和款式 染淫挑选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衣服一展开 她就决定了去留 因此 一般娘子要花费 大半个时辰的事情 她伴助相便挑选完毕 第一批八十件衣物 染淫只挑出两件 第二批一是八十套 只挑出了一件 第三批同样八十套 干脆一件也没看中 第四批挑出了五件 最终八套嫁衣同时展开 染淫想也未想 便指定了一件 小二心里那个汉呀 心想 您究竟是认真看了吗 新娘和罗氏 也抱有同样的怀疑 但无奈 染淫最后留下的八套 确实大气雍容 仔细回想起来 好像还真是这几件更好些 不过出于心理原因 染淫被新娘和罗氏 非逼着把剩下八套 一一换上身试试 最终还是选择了 染淫挑中的那件 但二人心里均舒坦了许多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量身走人了 谁知衣物刚刚撤下 立刻又上了衣料 小二解释 那些嫁衣的样式都是合理制的 大样子不能改 如果想更加别致 可以在细节上下功夫 比如衣料 花纹 卸捷装饰等等 闪炎再次发挥 她的快准作风 挑起了衣料 这次可比挑款式 要繁杂得多 锦绣装能做嫁衣的清绿 和大红绸 断 销 沙 灵 锣 丝 薄 加起来 至少有1500多种可以做嫁衣 闪炎虽快 却对配色 配花这方面 没有什么天赋 新娘和罗氏 又是仔仔细细地讨论 最终 还是染影响的法子 她先把自己喜欢的全部挑出来 再让他们讨论 饶是如此 直到傍晚 才看看敲定款式和衣料 明日再来选绣花 和衣物配件 后日再来细选拆纽 罗氏喝了口水道 闪炎顿时觉得 自己昨天的计划 真是太天真了 还打算抽空去看看 自己的家装铺子 结果 可能接下来小半个月 都要耗费在一件婚服上 闪炎忙忙碌碌地备嫁 光是一件嫁衣 便耗取了她七八天的功夫 接下来 便是学习各种婚嫁礼仪 还有大家的规矩 抽空还有研究 切切的医治方案 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不知不觉 便已经到了三月 逃要的季节 相比之下 萧颂就可怜多了 因着要大婚 所以府里 再不分黑白昼夜地 赶工修整房子 萧大侍郎 只好暂时搬到了兄长府中 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房子花了一个多月 便整修完毕 需要静置两个月 萧送有家不能回 且刚刚过万年 所以需要审核的公文 都在年前审核完毕 派发下去了 相比萧家 郑家和染炎的忙碌 萧大侍郎 显得特别无所事事 以至于觉得度日如年 几次差点忍不住 去翻政府的枪 好不容易熬到了三月十八 长安城的桃花 大偏盛开 宛若烟霞 兼火垂柳碧绿 随风招摇 从平康房到安心房 树里挂满了彩绸 喜气扬扬 陕氏族人也都早半个月前 便已经赶到 过午不久 政府的门口 早就围得人山人海 迎娶得及时快到了 个个都伸长脖子张网 人们对长安鬼剑仇 那满身煞气的样子 实在不怎么感兴趣 他们想看的是新妇 还有这位新妇 究竟会不会像前两位那样 在宋家途中 或者新房里暴毕 虽然这样的想法 有些损因得 但真的架不住好奇啊 哟 来了黑 迎亲的车碾来了 远处不知道是谁 大吼了一声 人群立刻开始骚动起来 随着喜庆的跃声渐进 迎亲的队伍 渐渐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但下一刻便都睁住了 行在最前面的 一匹白色骑马上 一鸣身飞色圆领功夫郎君 袖子两臂 侧纹着金银相间的小团花 黑色腰带 腰间配白玉 头戴黑色噱头 气宇轩昂 英姿非凡 然而令众人诧异的 并非是她的俊美 而是那面上灿烂的笑容 她容色俊美 平素不肖时 浑身带着若有若无的煞气 双眉如剑 目光锐利 即便是和蔼的笑 都带着一股子令人胆战的气势 一般的百姓很少敢直视她 但此时她黑眸闪耀 眉梢眼角流泄出来的笑意 令整个人亲和起来 笑容宛若日光般灿燃 俊美的容颜令人不禁暗赞 原来 萧侍郎竟是这样挺拔俊卫的男儿 一时间不知最到多少放心 倒也并非萧送魅力无敌 而是一个常年超人家杀人头的男人 忽然展现出温柔可亲的一面 实在令人惊艳 政府的邮逼箱车也早已停在了大门外 只等心服出来 政府的大门大开 门口却见郑氏子弟手中握着棍棒 把大门堵上 这就是所谓的拦门礼 要好 捧啥呀 郑氏各位兄弟辛苦了 刘青松幸灾乐祸地向郑氏男儿们拱手 转回身朝萧颂挥了挥拳头 努力啊 久了啊 我忽然有点内疾 先告辞了 不是兄弟不仗义啊 萧颂不耐烦地挥挥手 反正他也没要对刘青松寄什么希望 只是想着 到时候等着臭小子迎娶染运的时候 他定然找上百八十个壮汉把大门堵死 成敏兄 我是在迎娶十七娘的 还请经个方便 饶是萧颂事故圆滑 此刻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索性直言 郑成敏是郑仁太的嫡出二子 虽然言并不熟 但这栏门礼必须要做 而且可以光明正大的调戏销送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事啊 于是他便叫上亲朋好友 准备狠狠拦他一回 为首的郑成敏挥舞着手中大棒 哈哈笑道 这表妹才智外祖家 我等表兄弟可舍不得他这么快地嫁出去 必要多留些日子 你明年再来吧 待我娶他过门之后 一定常常送他回来 萧颂言辞恳切地道 郑成敏还未说话 其余人便大吼道 不行不行 其中一人高声道 小住不行 除非表姐归家三日后 你把他送回政府小住上半年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这么多父老消情作证 你对天启示之后 我们兄弟便放得进去 围观看热闹的众人 立刻参与进去了 纷纷大叫起哄 启示 启示 萧颂淡淡一笑 何须道 既然咱们谈不懂 我今日 又非得娶到夫人不成 那萧某 就只好硬闯了 说吧 转身道 兄弟们 上 他身后萧氏的子弟 早已经摩拳擦掌 谁忍不知 萧氏多出文武全才 新阳正式 可是武姓七家标准的士族 无疑成就上 已经百年没出一人了 当下 郑成敏伸长脖子就叫唤 嘿 抢轻了 蓝林萧是抢轻了 眼看双方就要拼起来了 纷纷从袖子 扯出红色棉布 把棍棒裹上 以免真的误上 萧颂趁着他们正在裹棍子 飞快地骑身上前 郑成敏挥舞手中的棒子道 哎 别过来 这棍棒可不长眼 张敏兄 咱们这样实在是有长和气 不如咱们打个商量如何 萧颂未曾动手 而是笑眯眯地商量起来 郑成敏觉着也差不多了 蓝门里要行 但也要有度 不能真的误了拜堂吉时 便道 哎 好说好说嘛 不过我可是不接受小恩小惠了呀 哎呀 于密尖的手术 怎么能是小恩小惠呢 萧颂好听的声音蛊惑得道 郑成敏张嘴 好家伙 一出手就这么诱惑人 不行 要挺住 郑成敏稳稳地守在门口 很有节操的小声道 听说你还有王继的诗稿 借我看三个月 没问题 萧颂一口答应 众人没想到他这么大方 话已出口 绝无反悔 郑成敏高声道 走 他朝萧颂隐秘而又得意的一笑 萧颂心中威力 心知这家伙还有后招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